下一個要背起來的東西這個 叫做因為月球的自轉週期等於公轉週期 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著地球 月球自轉一週公轉就一週 這題學生有考過一個跟它有關係的題目 可是它考的不是這個 考的比較沒有程度一點 所以如果考題說我畫了圖 說月球已經公轉半圈了 那自轉幾圈?半圈 月球如果已經公轉四分之一圈了 自在有多少?四分之一圈 月球的自轉週期等於公轉週期 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一面面對地球 解釋 現在有個藍色的部分指著地球 綠箭頭藍色的部分指著地球 然後它公轉四分之一圈跑到上面 自轉四分之一圈箭頭朝下 還是藍色面對地球 還是藍色面對地球 在四分之一圈 綠箭頭朝上 然後月球跑到下面 還是藍色面對地球 再四分之一圈 綠箭頭朝左 然後月球跑到右邊 還是藍箭頭 所以呢怎麼繞?都一樣 所以我上次各位看那個動畫圖片有沒有 看那個月有陰期的動畫 看到都同一面嘛 看到都同一面 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著地球 好結論就叫做 因為月球自轉週期等於公轉週期 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對地球 那個網路的說法說什麼 月球是外星人用來監控地球的太空船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他一直看著你 用同張臉一直看著你 好 如果有人坐在月球背面不能旅行 他會不會知道地球存在 會 為什麼會 不會 為什麼不會 還必須要放在那邊不能動 沒有手機 沒有電話 沒有電視機 就在傻傻處在那裡 他可不可以看得到地球咧 週月溫差比較大還比較小 先問第一個 他會不會知道地球存在 為什麼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帥哥 這位是誰 No.10號 10號沒來 10號沒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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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能不能知道 為什麼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不能 為什麼 不能 因為 背面 那只會 正面的地球 怎樣 講清楚 要講什麼 背面怎麼樣 背面怎麼會面對地球 看不到地球 好 那你溫差大溫差小 這個我們講過 這個我們講過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溫差大為什麼溫差小 這位叫做9號 9 9 9號誰 來 為何溫差大為何溫差小 大還小 為什麼 李公上 用手可以比一個大 比一個小 大 為什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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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喔 李公上 李公上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好啦 請坐啦 以下大 他是不是在笑 說法一 他沒有空氣 沒有大氣 可以 沒有大氣跟水 可以調節氣溫 再來 剛才講月球轉一天多久 29.53天對不對 蘇黃月29.53天 算30天 還有15天排天 15天晚上 所以他先轉過來 先曬太陽曬15天 曬到10 再轉過來背太陽 沒陽光 等到爆 所以一下先曬15天 凍15天 所以他溫差 很大 所以呢 沒有水沒有大氣 外加上 外加上那個 他的 白天晚上比我們久 OK 這個動畫呢 我記得我在線上教學 晚上上有 你就看一下就好了 這是 王建仁老師做的 王老師的動畫的特徵 就是他做得非常的優美 非常的精緻 他跟你解釋 為什麼一直都是 都在正面 跟你解釋 地球由西向東轉 什麼地方是東 什麼地方是西 跟你解釋 時間 有太陽的中間的正午 然後呢 職業 然後黃昏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每天的說望 上弦下弦 初一十五的狀況 然後 就可以來去做 這叫做初一 可以就讓他呢 去讓他升起 讓他去落下 讓他去跑 然後就跑 讓那個太陽會升起 然後呢 落下看不到 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 線上教學 晚上上有這個動畫 你可以自己去玩 可以看到他 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何在頭頂附近 然後呢 整個一整個月 會如何如何的變化 如何如何的變化 就是王建仁老師的動畫 讓各位看一下 OK